出生于嘉义民雄的郑明龙歌剧团 今年再次受邀在青年戏曲艺术节中 演出新剧《王缠鬼点子》 将就有的戏曲片段 融合新的手法与价值观 声音光影虚实交错 创造崭新的作品 我能够讲一讲 老生权威我们第一个歌仔戏 就会想到鲁琼 在下归国主 我明显无好 利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跟手法 让老师的声音出现在 你最主要专攻是老生 那我这个王辰也是老生 怎么投影还是要做 直接用口奖出来 还是要用灯光做变化 这就是导演的统合 这明龙歌剧团独特创新的演绎 也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加入共同成就舞台 我以前第一次看到那个《雾盆机》 我就爱上这明龙的戏了 我说天啊 雾盆机怎么这么好看 我想说我要当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个歌仔戏出生的 我想说要进哪一个很难 对 因为他们对戏很要求 这过程当中就好朋友介绍 就说你缺舞者是不是 缺舞蹈编排 然后我帮你引荐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跟郑明龙一直以来的合作关系 都很有趣 就是说他这个团长让我又爱又恨 团长很喜欢传统的戏 那传统戏 但是又是创意近有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变化 戏越新的话 我们的音乐就要越单纯 观众还是可以就是看戏看得很轻松 就觉得说这个戏 对他们来说要重新认识一个人物 已经有一些负担 但是音乐下去他们又可以跟着唱 就耳熟能详的曲子 就是歌仔戏的更上一层楼的创意 这一部分 我觉得他每次选择的题材都蛮特别的 我一开始在山上的时候 我就演得蛮有心机 他就说 不对喔 我没有让你演得很有心机 我说 龐娟就是很有心机 他说不对 我要让你演得很单纯 然后自从下山之后才开始有心机 所以我才觉得很特别 已经创建四十多年的正明龙歌剧团 继续秉持着自身理念 与更多人分享歌仔戏的感动 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听到歌戏的声 然后潜意识就有这些锣鼓音乐 然后一直从小 小孩开始听歌戏 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到三天做歌戏 其实这戏就是这样 也算是一个大家庭 那我们一直在利用一个吸引力法则的方式 我们把所有热情跟感动 跟要跟大家分享 这明龙歌剧团由广播歌仔戏开始 从野台录音班到室内演出 从地方剧团逐渐到中央发展 始终不变的是开场的锣鼓声 中正一报徐彩婷 陈轩宜 嘉义台北报导